这是苏德战场上的一幅丛林 一个60岁的老人正在和德军大战 虽然年龄很大 但老人却一同勇猛 只靠一把斧头 便独自一人解决了整只德军侦察牌 可能你觉得这又是抗德神剧 但这却是根据真实事件改变而来 安德鲁是沙皇时期的一名军官 在十月革命沙皇统治被推翻后 安德鲁选择与世隔绝 他在西伯利亚大森林中隐居了17年 但今年开始 他平静的生活彻底被打破 安德鲁像往常一样打猎回家 在他快到木屋时 安德鲁发现周围有其他人到来的痕迹 于是他下马后悄悄来到屋子旁边 眼前一个戴着眼睛的男人正在生活 安德鲁刚想上前询问 他的身边就窜出了两名大汉 安德鲁二话不说 直接一枪解决一人 随后和另一个偷袭他的人 殴打在了一起 可是没几下 安德鲁就被打倒在地 偷袭的人急忙捡起地上的枪 准备杀死他 危急时刻 安德鲁快速掏出斧子朝这个人扔过去 杀死了对方 而眼睛男 安德鲁则留了他一条性命 随后两人便聊了起来 原来 眼睛男和其他两人 都是从监狱里越狱的逃犯 而此时的苏联正在被德国入侵 听到这个消息 安德鲁一夜无眠 他拿出了自己珍藏多年的照片 还有勋章 决定重返战场 为国家效力 第二天清晨 安德鲁和眼睛男分别 他骑着自己的马 向森林边缘走去 很快 安德鲁找到曾经的朋友 他准备在朋友这里 打听一些战争的情况 朋友告诉他 德军若倾苏联 也不见得是件坏事 因为两人曾经是沙俄的军官 现在在苏联的统治下 他们肯定会被针对 安德鲁全家在曾经的内战中支离破碎 只剩下他独自一人 但这依旧抵挡不了 安德鲁为国战斗的决心 虽然朋友劝阻 但他还是决定参加红军 前往战争一线 此时 安德鲁来到征兵处报名 不过 因为他年龄太大 这里的军官拒绝了安德鲁的请求 安德鲁再三坚持 并对军官说道 自己曾经也是军官 听到这儿 征兵处的军官让他拿出证件 安德鲁拿不出来 只好让军官看了看自己的勋章 并告诉对方 自己曾经是沙俄时期的骑兵队长 看完这些 军官愣住了 眼前的这个老大爷 是曾经的敌人 再加上 安德鲁无法证明自己现在的身份 军官怀疑安德鲁可能是敌人派来的间谍 于是军官赶忙给特科部门打电话 让对方派人来抓捕安德鲁 安德鲁见状 直接一护头砍断电话线 然后打晕军官逃了出去 回到朋友那里 安德鲁用斧子将胡子刮掉 让自己显得更年轻点 随后 朋友给他拿了身衣服 并告诉安德鲁 现在外面有很多人都在抓他 朋友让安德鲁钻进森林 然后乘坐火车逃跑 安德鲁骂来到铁路旁边 随后爬上火车在一一步舍中 和他的马儿分别 一段时间后 火车到站 安德鲁也从火车上下来 来到当地征兵部门 他告诉这里的长官 自己错过了赶往前线的火车 希望长官可以将他送往莫斯科前线 长官问他要证件 安德鲁则说 自己的证件和行李 被镇友们带上火车带走了 安德鲁告诉军官 自己着急上前线 他再等几天 前线的战争都打完了 长官却告诉他 这次的战争 可不是短时间内可以结束的 不过 在安德鲁的再三请求之下 长官还是同意的 将他送去前线 火车上 安德鲁从报纸上了解前线情况 但这时 一名士兵却走了过来 士兵对安德鲁说 不要相信报纸上的报道 他从后方的伤员口中得知 前线的战争非常惨烈 而他们将被送往最前方 那里更加危险 士兵劝说安德鲁一起逃跑 但安德鲁拒绝的 眼看劝不动安德鲁 士兵直接威胁起来 他拿出安德鲁的杀额勋章 告诉安德鲁 如果不一起逃跑 他就将安德鲁的身份上报 无奈之下 安德鲁只好暂时妥协 士兵走到车门口抄烟 安德鲁见状 一脚将其踢下车 然后告诉其他人 那个士兵逃跑了 夜晚 火车到达目的地 因为有士兵逃跑 带领其他人的老兵 将会受到惩罚 不过 接受他们的长官 却想到一个办法 用安德鲁 引替那个逃兵 因为没有证件 刚走到指挥部的时候 他们碰到了旅长 旅长看到安德鲁的第一眼 就认出他来 他叫安德鲁的名字 安德鲁却否认了 原来 旅长和安德鲁 曾经是沙俄时期的战友 他们来到办公室后 两人也谈起了当年的往事 内战结束后 旅长也被抓了起来 直到魏国战争打响 旅长才被放出来 并且恢复了当年的职务 而安德鲁则在当年 独自躲进西伯利亚大森林 这一躲 就是整整17年 直到近日 他才跑出来参军 聊了一会儿 安德鲁十分开心 因为他又能和曾经的战友 一起并肩作战的 但旅长却告诉他 安德鲁的身份 还是沙俄军官 只有洗白之后 他才能加入红军 于是旅长拿出文件 让他签字 但安德鲁不能签自己的真名 于是旅长让他随便写一个 就这样 安德鲁加入了红军 而他因为年纪大 被安排到了后勤部门 负责军队的弹药运输工作 前线战争十分激烈 德军的炮火 不断轰炸着苏军的营地 过境苏军士兵死伤惨重 就连他们的弹药 也渐渐快要用完了 而安德鲁也在运送弹药的途中 被德军炮弹袭击 马车受损 人也直接被炸军了 没一会儿 安德鲁艰难的醒来 他赶紧修好马车继续出发 阵地这边 德军的炮击停止 苏军死亡惨重 旅长下令 除了医生护士之外 其他人不管干什么的 都通通上前线 而此时 安德鲁也正好到达营地 他卸下弹药后 又拉着一车伤员 赶往占地医院 到了医院 他刚想休息一下 护士就赶过来 让他帮忙拉水 但安德鲁拒绝了 因为他要修马车 不过听到医生说 急需用水后 安德鲁还是带着护士 前往的打水地点 吸好水后 安德鲁带着护士返回 但在途中 他们遭遇德军飞机的轰炸 安德鲁赶忙将护士推下车 自己驾驶着马车 吸引德军飞机的注意 但就在他快要钻进树林的时候 还是被飞机击中 好在安德鲁及时跳车 这才没原地形成 回到营地 安德鲁继续运送物资 不过 当仓库管理员转身后 安德鲁认出了他 这个人 就是在火车上 劝他逃跑的那个士兵 安德鲁二话不说 直接抓住士兵 只问他为什么没有逃跑 无奈之下 士兵只好告诉安德鲁 他是受特科部门的指示 来试探安德鲁的 看看安德鲁有没有投降德国人 谁知道 却被安德鲁踢下火车 差点牺牲 听完解释 安德鲁松开了手 然后拉着物资赶往吹石班 在吹石班的地点上 只剩下班长一人 其他人都被调往前线 得知这个消息后 安德鲁也懂了 他知道前线战士吃紧 于是准备马上赶往前线 班长健壮 喊他帮忙做饭 说道为了战事解决温饱 也非常重要 但安德鲁还是坚持要上战场 在两个人争吵中 侦察连的连长赶了过来 因为侦察连连长不收安德鲁 这让安德鲁对他十分不满 连长说道 你这个沙皇时期的老兵已经过时了 说着便让手下给安德鲁展示的一手绝活 士兵拿出两把匕首 随手一扔 匕首并排插在了前方的树上 看到士兵的小李飞刀 安德鲁十分不屑 他觉得这两下对德国士兵 根本造不成多少威胁 于是反手又给几人表演了他的绝活 看着插入两把匕首中间的斧头 侦察连的士兵们都惊呆了 前线战场这边收到了总部的命令 总部命令他们接手三天 等到三天之后 他们就会有卡丘莎火箭炮支援 但苏军这边对于德军的兵力部署不了解 于是旅长下令 让侦察连必须俘虏一个士兵打探情报 后方的仓库管理员 对特科人员举报安德鲁 说安德鲁是沙俄时期的军官 很有可能投靠了德军 而此时安德鲁正在和侦察连的士兵们抓捕弗鲁 一番行动之后 他们终于抓到一个 不过他们也被德军发现 在德军强大的活力之下 几针根本不敢露头 好在安德鲁十分勇猛 这才向弗鲁拖进战壕 但弗鲁还是重担 然后牺牲的 安德鲁再次向连长申请 加入侦察连 但连长还是拒绝的 无奈之下 安德鲁再次回到后方 而特科人员也找了过来 随着安德鲁百分辩解 但在仓库管理员的检举信下 安德鲁还是被特科人员带走了 不过 在他们返回的途中 遇到德军飞机袭击 特科人员全部弃生了 而安德鲁就再次拨了下来 回到营地 安德鲁找到旅长 他给旅长说完这件事后 旅长帮他保了下来 随后 安德鲁找到仓库管理员 他威胁管理员 让其吃掉手中的检举信 第二天 安德鲁照常工作 将弹药送往前线 但在半路 遭到了特科人员的拦截 就在安德鲁回头的瞬间 特科人员直接将他打晕 原来 这两个特科人员 是德军伪装的 而安德鲁和弹药 也被他们带回德军的侦察兵营地 这支德军小队的任务 是找到并突袭苏军指挥部 但找了很多天 他们都没有找到苏军营地 于是等安德鲁醒来 德军便对他展开了审问 但安德鲁什么也不说 这让德军长官十分生气 准备用手枪解决掉他 而安德鲁见状是能松口 趁着德军拿出地图的瞬间 掏出斧子 直接开始战斗 他先是解决掉了眼前的德军 接着炸毁了德军侦察兵营地 之后要抢过德军士兵手里的枪 疯狂扫射 没过多久 整个德军侦察牌 就要被他一人团灭 而闻声赶来的苏军侦察兵 被眼前的景象惊呆的 最终苏军守住了防线 而安德鲁也在后方的医院中 安心养伤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电名《斧头》是一部上映于 2018年的二战题材电影 影片根据真实故事之编的 虽然剧中有些开挂的显眼 但是不得不佩服战斗民族的勇猛 看得人热血沸腾 电影十分精彩 喜欢的小伙伴可以看一下原片 《斧头》是一部上显的 谢谢大家